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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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您再一次收看 人樂的遊戲頻道 那因為昨天的影片 我自己拍完之後覺得聲音有點 糊掉了 不知道是背景音太大還是我咬字 太不清楚 所以今天呢我會盡量 控制我的語速 並且把咬字咬清楚一點 像大家在聽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困難 那字幕方面呢 可能就要等我之後比較有空一點吧 畢竟 上字幕對於我來說其實 蠻痛苦的而且速度也很緩 也很緩慢 我怕有些有時效性的影片 會來不及出 所以說就只能作罷了 好那今天呢 又推出了新的限免商店 那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限免商店的東西大概就是那幾樣在跑 所以之後呢我可能會直接出一集 限免商店專用子欄 跟大家講說什麼東西 應該怎麼樣買比較好 就不會這樣一期一期介紹了 不然我覺得其實 這樣一期一期介紹限免商店也不是太好 畢竟像這一期的東西也是幾乎都是 應該買的 很好買的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進入遊戲吧 老樣子 進入遊戲前先關頻道 那就讓我們 等等見囉 好的那關完頻道了 所以說我人就進來了 那今天呢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今天的限免商店 應該怎麼買 按照之前的規律呢 我一定會跟你講 這一次的非常好分 T0就是自重箱 那個不管稀不稀有 反正一定買好買滿 T1就是下面四個技能 金枝、裂甲、鋼翼、歸影 而當中推薦順序又是 裂甲、鋼翼、歸影三個為優先 再來是金枝 原因是什麼呢 金枝是出現最久最久的稀有技能 所以相信很多人應該也都有 不少的金枝了 所以金枝就擺在比較後面一點 鬼影、裂甲跟鋼翼 這三個比較難取得的 會擺在前面一點點 那最後就是我們萬年地雷 內陣技能錦囊 基本上只要看到這種錦囊出現 九成九 你都可以直接掠過了 或者是說技能錦囊 就是只有錦囊兩個是那個錦囊 那個錦囊其實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只要看到那個錦囊呢 你也可以考慮直接把它掠過了 好 那我們先來想一下說 就是為什麼會把金 會說這裂甲、鋼翼跟鬼影三個碎片 是在T1 金枝在T2 內陣技能錦囊在T3 鋼翼的實用性確實很高 而且司馬懿也不見得 大家都會願意拿它來做為裂或拆碎片 因此會把它擺在T1 鬼影 鬼影其實只要你是五方 你就基本上一定要用到 像呂布嘛 呂布就是最經典的用鬼影的例子 那再來之後呢 也有其他的方式都可以用到 像張寮也可以用鬼影 郭家我比較不建議用鬼影 可是郭家 如果你要用也是可以的 畢竟鬼影傷害也確實不錯 那馬雲鹿也是可以用鬼影的 他也是很好的鬼影使用者 裂甲 基本上裂甲就是給智力行用的 趙雲貂蟬 郭家小喬這些都可以用 只要你智力有一定的程度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考慮用 裂甲碎片了 畢竟他就是只吃智力吧 我記得 我來稍微看一下裂甲 在這裡 他吃智力跟統帥 所以說呢 郭家也不錯 趙雲也不錯 那小喬跟貂蟬 可能就差了一點點了 畢竟 他們兩個統帥比較沒那麼好看 小喬在這裡 對他們兩個統帥比較沒那麼好看 那郭家跟趙雲就不錯了 好那再來 沒有再來 沒有再來 對 這是為什麼我說我之後會出一集 直接出一個 限免商店專用指南的原因 因為最近的限免商店 一直在反覆的出 類似的東西 所以導致我其實沒有什麼好講的 但我覺得 只要有出限免商店 我沒拍影片的話 又好像 不是太好 就是因為之前都有這個慣例 突然間沒拍了我覺得 我自己會不習慣 那我現在因為是在沒開冷氣的狀態下拍影片 所以一直流汗 那邊查看你的狀況下 大家就稍微見諒一下吧 會有一點衛生紙的聲音 好那麼 之後的那支影片 我會盡量把所有的限免商店東西都蓋掛住 所以我需要一點時間收集一些資料 像目前確定會出什麼 稀有技能碎片 限時角碎片 錦囊 內陣記錦囊 支縱箱 目前大概就這五樣東西為主 首先是限時五嘛 像麒麟宮 三界旗 雨傘 這三個都是很經典的代表 稀有碎片 小喬 司馬懿 董卓 夢霍 這些都是 錦囊類型 內陣記錦囊 錦囊 這些都很經典的例子 稀有技能 巨像 鬼影 剛毅 烈甲 悲歌 清國 很多很多很多 反正很多就對了 技能部分說不完 技能部分真的出太多了 那我之後可能就考慮 就是把之前的所有影片資料統整一下 看說大概會出什麼樣類型的東西 直接會整出一個大錦囊 跟大家講說什麼樣類型的東西 應該怎麼買 這樣只會遠比我每一期每一期這樣出來拍 大家每一期每一期這樣看 來著更有效率更好一點點 好 最後重申一遍就好 支動箱是T0 它一定是買好買滿 不管你 是不是課長 只要你有錢 全部把它買完就對了 那今天呢 運氣還算不錯 買了10次 免費4次 等於只花了 480塊 不到500就結束了 支動箱買好買滿 4個技能 如果你還在像我一樣 努力存 軒圓的話呢 我就不建議你去動 畢竟 有目標要存的話 就省點花吧 那如果沒有 你是打算弄幾家東西的話呢 裂甲 剛毅 為領 有需要 優先買 再來是金枝 因為金枝說實在的 真的出現太久了 還滿早就開始 滿早就有金枝兌換的關刀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應該都有換到一些東西了 那再來就是 內政紀錦囊 基本上這個東西 我是完全不推薦買的 五個要150 真的很貴 我寧願拿去買獵甲 買綱藝 買鬼影 買金枝 我都不願意去買那個東西 跟錦囊一樣 都是比較垃圾的東西 就是真的比較沒用的東西 好那廢話就說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好消息 新消息的話呢 別忘了打開右上角小鈴鐺 那麼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 或有疑問 想跟我討論的 也歡迎下方留言 我會一一回覆你的 好 就這樣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 再見吧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看見 找到